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一起学习发菩提心 所以从世亲菩萨所注解的发菩提心经论 我们已经知道要能够发起菩提心 然后也要有四个住员 能够学习诸佛的功德 还有能够我们观察自己的过患 也能够发起说我们人生有一个 最殊胜的一个果报的一种 希求的心 然后要再看看我们众生各种的苦难 所以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 然后来成就圆满的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从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能够知道要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应该要落实在我们的身口意的三叶 行善行 所以在经论里面 特别把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实践达到 成就圆满菩提心的方法 落实在六度波罗米 我们在经论里面要能够去实践 我们还要发愿 因为发愿我们才能够有一种坚定的力量 所以在之前我们就是已经谈到 我们要修六度波罗米 也要有一种誓愿的决定性 所以在经文里面就举例说 我们要修布施 也要决定说 遇到有让我们障碍的 我们也是要能够 不论众生的要求 也要随因缘而令众生可以得到利益 然后持戒也是不舍生命 能够付持亲近的境界 然后能够修忍辱 不管外境的干扰 也要能够克服自己 发称恨心的这样的一种危险性 再来要能够不放育 精进 能够把六度波罗米 都能够不管受到的外境的困苦 也要能够施行 修禅定 也是要能够我们心得到修色 安定 在任何的境界 我们都不要乱 就安定我们的心去观察 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趋于伸出 剥落的智慧 所以在上一个单元我们所谈到的 也就是从修智慧的这样子的一种 很高的层次 可以说是六度波罗米 能够从实践的这一些的行为 主要是落实在前面的五度 那到剥落的部分 它主要是要深入到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心理的这种正确的见解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 对于世间法 善不善 有为无为 还有生死灭盘 这一些就是在我们认为是 初步的时候 是有它的一种分别性的时候 到了剥落的智慧 就要消除这一些的分别 所以说不起二戒 就是分别的两种对待的看法 所以就要从我们的心理 还要再提升进一步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 才能够没有这一些对待性的时候 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性 它本来的一种平等观的智慧 所以这个剥落的智慧 它已经是超越了这种行为的程度了 所以这个部分 它要从我们的这种观念上面 再去调整 所以在经论里面 也就谈到说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提升的时候 那我们也要能够观察说 那我有智慧的时候 我也要落实在前面的 慈戒 忍辱 精进 不失 禅定 乃至求智慧 这样子的一种落实 可是呢 我们如果在修行这六度的过程 如果我们有一个想要求得到有回报 有一种这种悉求的心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欺骗十方世界无量无边 阿神奇现在诸佛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在未来是要想说 因为修六度波罗蜜 而要正到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样圆满的觉悟的境界 那就不可能的 所以在六度波罗蜜的解释里面 在第一度的不失跟最后一度的波罗智慧 他就特别在第一个跟最后一个都有提出来说 我们都不能够因为修六度波罗蜜而起一个要贪求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心 那如果有这样的贪求的心 那我们就不是在求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那因为我们的目的就等于是要求他的果报 那这样子来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说 那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也是一个果报 可是这种果报 他是自然的这种清静的果报 是从我们的本性的这种决性的一种全体的流露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果报 他是永远是以开发我们的决性为目的的 那如果说我们因为有所求 那这样子去行不失 行慈戒忍入 这些六度的内容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心里有所求 所以他当然会有好的善报 可是这样子的有所求的报 那就只有止于这样子的善报 那因为我们有这个有所求的心 他就变成我们没有开发 这种是从本性来开发的决心 所以这个部分他是有一个很维系的这种差别 所以才会一直强调说 我们在行不失的时候 我们要没有有一种有所求将的心 那在六度里面就是头一个举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明显的警惕 然后在最后一个波落 也有再举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警惕 所以等于是前后都关照到了 那实际上也是六度都一样的 就是以无所得的心来修六度波罗蜜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从经论里面的前三品 四院品要转入下面六度的每一度 成为单独的一品的中间的一个这种承接性 所以从我们要立定决定的四院 然后要去行六度波罗蜜 所以下面就有一个结论说 我们如果能够以前面的菩萨的十种的正愿 也就是说我们要发愿 要把发菩提心当作我们每一世 都不会忘记的这样的陀罗尼 这样种词的这种愿在我们的心里 然后要发愿能够随时每一世都生在佛事 然后听闻佛说法 然后开启我们的菩萨的智慧神通 能够为众生说法 能够在十方法界都能够转进法轮 能够以正法为我们的负担的这种职责 这样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十个大愿 都是变成我们每一世来到这个世间 他的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虽然我们在世间是一个世间的这种行为 可是我们的心是有趋向我们生命的根本的 这样的一种圆满的究竟目标 所以有这样的十个大愿 我们就能够持正法行 就是我们在世间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要依法 都要如法 那从戒定慧 总刮起来的三无肉学 这样子 然后又能够发菩提心 所以能够持正法行 然后以六大士来制服我们放育的心 所以这个六大的士愿 就是指着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每一度都有一个士愿 就是我们要发愿坚持要修六度波罗蜜 在每一度遇到的这种障碍 我们也要坚持 能够行不失 能够行慈戒 软入精进 然后修禅定智慧 那当然 我们如果落实在我们的实际的 这些修行的过程 我们当然并不是说 我们都这么容易 这么就能够好像 马上都没有一种 这种好像考验这样 实际上我们也都是要 就是克服我们的习性 然后要多少的文师修 多少的再来忏悔 来勉励 最主要的是说 我们绝对不要忘记 也不要放弃 那我们好像来勉励自己 难行也要行 所以说难行能行 那在世间 我们说中国的圣人 孔子 他也常常说 我们在世间 就是都要来学习的 那有三种的这种程度 一个是生而知之 那一个是学而知之 那一个是缅而知之 就是说 他如果是圣人的这样子的 或者是他是菩萨的 或是他之前都很有修的 所以他一生出来 他马上做的都是符合佛法 他好像自然就知道修行 他自己的道德 他自己的这一些的这种身口一三叶 都懂得检点 所以这样的人 他就是他以前就很有修的 所以生而知之 那有的是 我们听闻了以后 知道这么好的事情 我们就来比较 然后就觉得说 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有利的 我们就要学而知之 从听闻了以后 我们要去进一步再去学 那第三种免而知之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事先 我们之前 我们都比较是放逸的 所以我们对这样子的好的方法 虽然知道 可是我们好像总是 很难真正去实践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勉励 乃至说勉强 要各种的这种方法 还要就是要靠着善知识的提析 然后有的是朋友这样子的劝解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 有时候我们又走一步退几步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就是勉而知之 勉而行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了解说 那就是我们用一种知识 我们的一种理解 我们知道这个是好的 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虽然我们能力没有那么好 可是呢 我们要知道说 我也知道我不够 我自己做得不好 可是呢 我知道应该是这样子做的 那这样子也是有它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我们现在读的是世青菩萨 他依照佛所说的 所以应该都是佛大菩萨 乃至像这种生而知之的 这一些主事大德 他们一听马上就能够按照这样做 那我们呢 程度差的 我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没关系 我们也要勉励自己 那从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来了解应该怎么落实 然后呢 从我们自己的习性 我们的一些的这种不正确的观念 我们就要来调整它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是我们自己很亲切的经验 只是说 我们真的有要在这样子的一种 好的方向去实践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至少知道说 我们应该要发愿 然后呢 也要有这样的坚持 所以呢 来对峙我们的放逸心 那一直学我们总是呢 走一步 有一步的 它的一个效果 它的利益 那我们呢 就应该坚持说 继续再走下去 所以下面说 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做的话 必能精勤修集六波罗蜜 成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理想的啦 就是说 经过了这些勉力啊 勉强的时候呢 那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呢 我们终于觉得 蛮欣慰的 至少我们之前的 这些的努力啊 经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我们的身心就范了 那绝对说 真的 这个就是应该这样的做 我们随心来布施 我们就能够保持心的清静 就自然持戒 也不会觉得很勉强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真正就很自然的 就走到这样的一种 这种六度的 这种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就能够精勤的修集 那修集六度波罗蜜 从修行里面来收集到六度波罗蜜的功德 那这个是不求而自得啦 那因为我们主要是有这样落实在做了 那这样呢 就能够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究竟圆满的佛的觉悟的境界了啦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从第三品的四院品 要进入六度波罗蜜 就是第四品 谈波罗蜜之前 它的一个转接的一个前沿的一种简介 那因为在六度波罗蜜是实际的修行 所以非常的重视 所以在四院品之后呢 特别有这一个内容啊 来让我们知道说 要行六度波罗蜜 也要发一个这种决定的一个四院 那我们了解了以后呢 在经论里面就接着 就让我们来一品一品介绍每一度 所以我们现在接着就进入第四品 就是发菩提心经论的谈波罗蜜品 那谈波罗蜜呢 我们通常呢 就知道说 它是一种梵文的一种音译 就是布施 它的一个梵文的发音 它是谈那 那谈那呢 它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布施 就是给人家 愿意把我们有的东西给人家 所以第四品里面 它用谈波罗蜜 是用它的音译 那就是开始要解释六度波罗蜜的第一个度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还要解释这个波罗蜜 因为波罗蜜呢 也就是六度 它是每一度都是一个波罗蜜 那就是布施波罗蜜 或者是实际的波罗蜜 精进波罗蜜 忍入波罗蜜 禅定波罗蜜 波罗波罗蜜 那因为这个波罗蜜的意思 它也是音译来的 那它的意思就是度 就是我们说六度 所以称作这里的谈波罗蜜 就是布施度 所以波罗蜜它的意思叫做度 也就是说 让我们经过前面的六度 从布施也好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波罗 都是每一度 它所要修行的内容 那经由这样的修行 我们就可以得到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通常说 这个波罗蜜 它就是到彼岸 所以我们又称作度 就是说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布施 我们就是前谈 那我们自己的心 永远都是以为只有我 所以很多的这种聚集的我值 所以让我们是 最大的一个苦因 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生死轮回之中 那我们如果开始行布施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 就是把我们的这种 迁滩的心 闭塞 好像抓得很紧的这种 黑暗的心 我们就开始打开 那打开的时候 一个人 他也比较愉快 然后心 好像没有那种执着 听闻佛法也比较听得进去 那这样的时候 由布施得到的这种利益 还有心的这种开解 他就自然就可以离开油千滩得到的这种苦 而得到布施的乐 所以这样子叫做布施波罗蜜 或者是布施度 那这样子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说 以布施而得到利苦得乐 到彼岸 这样子的意思 那现在的这个内容 他要解释布施 是非常的详细的内容 要告诉我们说 这布施的意义 还有布施的内容 有法师 无畏师 财师 然后我们应该要 怎么样子的正确的诗 那这些呢 都是在这个布施度里面 他告诉我们的这一些的内容 所以他第一个 要告诉我们布施的意义 他说 云和菩萨修行布施 为什么 菩萨要修布施呢 那要怎么样子来修这个布施度 所以他第一句就说 布施若为致力 利他及恶俱利 如是布施则能庄严菩提之道 那这个是第一句 就是说 我们布施最主要的意义呢 就是要为了致力 利益自己 然后利益他人 那这个他就是指一切众生 除了自己以外 然后呢 还有要两个距离 就是致他都两个都能够得到利益 那这样子的布施呢 就能够庄严菩提之道 我们常常听到庄严 那庄严的原意 他就是说 要让我们从所做的行为 来充实 所以叫做庄严 所以我们一听到庄严 我们总是会有一种 很美丽 很有这种善的这种善法 能够得到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果报 就是有这种庄严的这种内涵 我们了解了庄严 这样的一个意识 他就是要从实际的行为 去充实 把这个世间 把一切都能够做得圆满 这样的意思 所以谈到庄严 我们都会觉得佛教 他常常用这个庄严 我们说 佛像好庄严 这个世院好庄严 那我们有时候看到出家人 我们也会说 这位法师好庄严 就好像用庄严 来代表圆满的一切意识 世间我们可能会说 好美好英俊好潇洒好漂亮 可是在佛教里面 我们就不会说 这位法师长得好漂亮 或是长得好英俊 我们就讲庄严 所以用庄严它的意思 就不是说 这个世间的一般的好看漂亮这样的 而是它有善的成分 而且这个善还要有清静 有智慧 所以这样子呢 它都是我们世间的这种好 它的一种再进化 再提升这样子的一个内涵 所以我们用庄严 它有好像它形成的已经非常圆满的状况 或者是乃至在这里说 我们行布施 则能庄严 成菩提之道 也就是说 那我们借着行六度波罗蜜 那在这一度是以布施 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那能够行布施 它也就能够把我们要成就 菩提圆满 究竟觉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它可以把它成就出来 那因为我们要有这样的布施的行为 所以做了这些布施 它就有这些的圆满 美好的这些的内容 所以它也把它庄严 就好像它有实质的内涵 那有这样子的内涵以后呢 我们就让人家看起来是非常的庄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 来就是让大家呢 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会通 那在经论里面 谈到的这个布施度 能够庄严菩提之道之外 也又在落实说 菩萨为了欲调伏众生 令离苦恼 事故行施 也就在落实到说 好 那我们行布施是可以庄严 成就我们的菩提之道的 那我们这里面的利益 所以众生呢 还是以行布施最重要的考量 就是为什么要布施呢 他还是要调伏众生 另离苦恼 所以这里的调伏呢 应该也不是说很严厉的 来对众生叫做调伏 而是呢 知道众生的需要 那用布施的这种心 来给众生 他能够离苦得乐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叫做布施 所以它是布施的最终究的目标 就是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离苦恼 所以我们要行布施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来了解布施的时候 它是蛮深的意涵 就是说那我们当然初初开始 我们学习 就是说不要这样子的吝啬 把世间的财务都好像当作打结 或是不能够分享 这样子的这种心态 我们开始慢慢放开 因为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没有挂碍 不然的话我们心里好像 又有挂虑说 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的东西 会不会有无常 会不会消失 会不会减少 把我们宝贵的精神 都放在这个物质上面的 这一些的这种保护 那当然这样的心是不自在 所以从布施的这种精神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还要用一个心去看看众生 当他有这种不足的时候 他的这种苦恼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它也是在佛教的这种慈悲的落实 因为慈悲要有一个实质的行为 就是要考量到怎么样慈悲呢 我们看到众生的苦 他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质量不够 那他受到这种破坏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困境 那他会痛苦 那我们考量这样的时候 我们愿意布施是要帮助他 离开这样子的苦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内涵 我们能够了解的话 那我们要去行布施 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有一个观念 然后呢 改善我们自己的一些旧有的想法 那能够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行为 那下面经论里面 他又告诉我们说 那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呢 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正确的心态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是跟慈悲要结合 就是行布施的时候 修行施者 就是我们在修行布施这样的一个人呢 所以说修行施者 我们在真正执行布施了 要与己财物长生舍心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财产啊 或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物质啊 我们都要存着说愿意割舍这样的心 所以佛法基本的原理就是说 这个诸行无常嘛 诸法无我啊 那这些呢 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世间一切它都是无常的 那这个部分呢 应该要落实在对于我们所拥有的 那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拥有是一个因缘 那也许是我们过去有福报 或者是我们这一生蛮勤俭的 蛮努力的 所以呢 我们由工作 我们的付出 我们有这一些的质量 可是这一些呢 它并不是说我们生命的 所有的这个内容的啦 那它只是一种可以运用的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有钱呢 因为我们可以能够支持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实质的生活所需 那我们能够真正享用的其实也不多啦 所以人家说在怎么样的财富呢 实际上他一天也不过吃三餐吧 然后呢 他在怎么样的大的财富呢 他每一天也是睡一张床 其实他的这个 他的别墅啊 他的房子好几间啊 他睡的就是那一张船板而已啦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想的话呢 那那些的财产要做什么呢 应该要把它拿来做功德 所以要有舍心 主要的是说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给他运用 所以他下面 他乃至要提到说 我们要施舍的时候呢 我们要存着一种恭敬慈悲的心 所以说 于来求者起尊重心 如父母师长善知识想 就对于有需要的人 他是资源不足的啦 我们举例说一般的话 在世间乞讨的 那就是说 是乞丐啦 或是他生活有困难的啦 那么他来祈求啊 那他来祈求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 他已经应该是 自己蛮卑微的啦 那我们要施舍的时候呢 我们要以尊重的心 如父母师长善知识想 就是我们还要很恭敬他啊 就是不能对他有亲嘛 在我们中国古代呢 也有一个故事说 不食皆来食啊 就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啊 这个世间呢 没有什么这种食物食粮 粮食可以吃啊 所以有大夫人家呢 他们已经很难得了 他是愿意呢 就是煮一些食物啊 出来给这些路上啊 就是乞讨的人啊 没有饭吃的人啊 没有饭吃的人啊 给他们吃 可是呢 这个分布这个食粮的人啊 不过他就说 欸 给你吃 好像用丢的 就接啊 就是欸 给你吧 那其中就有一个人 他就有骨气啊 他就不吃接来食 你这个态度看不起我啊 我今天是因为我困苦 没有得吃 可是我有我的人格啊 我也有我的尊严啊 那因为我没得吃 你要施舍我 就要侮辱我的人格尊严啊 那我宁可不吃 所以他可以饿死 他也不愿意 就是把他的这个尊严啊 就是扫地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从布施能够考量 到对方的心情 就是他已经是没有够知良 是很辛苦啦 那我们要布施给他的时候呢 我们要尊重他 那这样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也可以考量到说 我们的世间啊 他有一个平等观 在世间的这种平复 有财字悬殊 余或者是有智慧的 这些他是有差别啦 他是生来就不平等 可是呢 我们要去行菩萨道 要去发菩提心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世间的不平等里面啊 要起一个平等的心 所以慈悲心是从这样子来的 那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实际上他如果呢 也能够按照正确的方法 他愿意去行布施去行善行 那他也应该是可以得到财富 他也是可以有这样的福报的啦 只是今天他的知识 他的认知不正确 行为不正确 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困境 那尤其我们说到佛法说 因果啊也不是这种定命论 也不是说一个人 他一时的这种困苦啊 就表示他永远都不会好 因为他是在一个际遇上面 那可是呢 不表示他永远都是这样 只要他愿意改变观念 愿意再做好的行为啊 那他的不好的这些的命运 他也是可以转的 所以我们从佛法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啊 其实他是积极的 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一些的希望 所以从这一些的整体的考量呢 就是要特别要谈到说 我们行布施的时候 其实是要用一个恭敬的心 然后我们要帮助给人家 我们要双手给人家 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啊 谈到就是说 那国王也愿意去布施这一些 他的穷人的这一些人民的时候啊 他还要亲自布施 还要能够微笑欢喜心的布施 是这样 所以要起尊重心 那尊重最尊重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啊 师长啊 善知识啊 善知识就是 他能够引导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啊 像佛菩萨啦 那主师大德啦 他是真正有在修菩萨道这样子的 这种菩萨行有经验的 叫做善知识 那师长呢 可能有的是 世间的这些学问的教导啦 所以我们要把 有需要来求我们啊 就是资源分享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尊重的心 不能有这个歧视 看不起的这样的心 那接着呢 也告诉我们说 于贫穷下贱 起灵敏心 如一只想 谁所须与欣喜恭敬 是名菩萨出修私心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又特别呢 对于这种贫穷下贱 也就是说 他在世间呢 他是比较没有福报的 然后呢 他在社会的地位 是比较下贱的 那这个是生来就资源比较少的 那我们也要 以一种灵敏心 就是 舍不得 就是我们感受到他的困苦 那我们看到 现在社会啊 有很多 行这种社会福利工作的 我们也都是希望说 那这个世间呢 有一些困苦的人呢 我们都能够多帮忙啊 所以 我们要用一种灵敏心 是真的看到他的这种苦 那他为什么生活在这样子不好的环境啊 不卫生啊 然后吃的呢 也都不够啊 那吃的呢 都是非常的 就是不卫生啊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真正由不失 而能够结合我们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悲悯心 那 那 在经论里面用 起灵敏心呢 要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儿女啊 那就是一直想 就好像是父母对于自己的儿女一样 那因为父母通常对儿女啊 都是最宝贵的啦 如果儿女有生病啊 有这种 饿到 没有得吃的时候啊 那父母的那种交集啊 所以 能够用这样的心的话 就好像我们中国孟子说的 人鸡几鸡啊 人逆几逆 就是人家在没有得吃 受饿的时候 好像我们也饿了 就是感同身受 这样子的一种真正的体会啦 所以不失他在外在的这种行为里面 还希望要达到我们内心的这种实质的感受 所以 谁所需与欣喜恭敬 就是随着人家的要求啊 他所需要的 然后给予他 谁所需 随着所求的这个对象 他们需要什么 那我们给他 那给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欣喜恭敬 那这样子呢 是四名菩萨出修私心啊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当然 如果初初开始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也要用一些的这种方法啦 来做一个调配 像我们刚刚讲的说 我们对于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财物啊 要藏身舍心 平常我们也不容易做到 我们觉得 这个辛苦得到的 我怎么可能随便去给人家 那或者我们说 那他应该自己去努力啊 那当然 那在社会里面啊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去努力 付出 然后由我们自己的这种 这种工作 而得到我们所应该得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建立这样的 正确的观念啊 那所以我们这里也并不是 应该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啊 都无所事事啊 然后大家都来做企业啊 我想 应该正常的人都不会想这样子啊 我们都是会 希望说 我们能够去努力去做啊 然后 能够支持维持自己的需要啊 那是不得已去说啊 我们真的是好像 这么努力也没办法 突破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说 那有善知识来帮忙我们一下 也许我们的能力不够 或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那这个也是一个布施啊 不只是财施 所以下面说到的法施跟无畏施 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那可是对于我们说 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的资粮 要能够培养一种舍的心 我们还是要有一种无常观 然后呢 对于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物质啊 要保持一个正确的观念说 这些物质在这个世间 都是要起作用的 那我们自己一个人能够用的 是没那么多 那如果人家有需要 我们在及时的时候呢 把我们所拥有的这些 来去跟人家分享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有的这些资源 我们是暂时保有 然后呢我们随时都希望说 我拥有的这一些的财富啊 资粮啊 我什么时候有机会给他 起真正的好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自己 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二十出头啊 就跟随我们师父上小夏云法师啊 那当时我还在读书啊 那帮我们师父开车 那那个时候有个居士是很发心的 那就捐给我们师父一辆车子 可是那个是已经十年的这个计程车 所以我那时候开起来 哦那个车子啊 这个那个时候还是手排档啊 这个什么车啊都不是很清楚啊 然后呢 有一次开到最后那个煞车也不灵啊 哦我那个时候煞车不灵 我去撞到前面的一辆货车 那它是面包车 结果呢它后面凹了一个大洞 那我那个时候很紧张啊 结果那个车主呢 他就说他这个车子是新的 他是要我陪他是原厂的 那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啊也很害怕 我是最怕我师父知道啊 所以也不敢告诉我师父 那所以呢 我就自己呢跟着那个车主啊 然后就去啊 赶快去处理要怎么样子陪 哦那个时候记得说他一修理 在现在算起来啊 民国六十四年六十三年 已经是快四十年啊 三十几年前啊 哦那个时候一修说要三千多块 我一算算 我正好有一个积蓄 就是几年下来的红包钱啊 压税钱啊 那个是 那个时候还在家嘛 所以父母亲啊还有兄弟 哥哥姐姐给的这些的压税钱啊 就是我们平常就是没有用 就是一直存一直存 那个时候全部拿出来呢 正好三千八百块 我就记得哇全部去付给那个 那个修车的人 他那个心里痛了一下 可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观念 那个时候我也才刚刚学佛一两年啊 那个时候就观念说 我有这些钱 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拿去好好的布施呢 那如果我平常这些钱有拿去布施的话 或许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那当然不是绝对啦 可是呢 那个时候就帮助我说 有钱放在那里的时候 应该要拿来布施拿来运用 所以从那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 哦真的耶 我们布施是要这样子去做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对于这个布施呢 就真正有一个这种好像触到心里的 这样的一个体会啦 所以我就觉得说 看到经论里面说 予己财物长生舍心 也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没有布施的时候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的这些财物也是要去拿 要我们去解决那个发生的 这种急难啊 我们自己碰到的这些无偿的事情 钱也是要去花啊 那如果我们平常就能够好好的运用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对于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的财物 就不会那么执着了 心也比较自在 所以这个部分呢 想借着这里啊 跟大家这样分享 然后我们可以培养这样子的一种观念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 布施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也不是这么难做到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做回向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气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圆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消灭暴力之外 这种ия ara选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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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